龙猪果凤梨酥 造型好看 松软好吃 牛油软化后 将糖粉过筛 加入裂奶 搅拌至牛油松软发白 加入盐 蛋黄一粒一粒的慢慢的加入 不要同时加入 这样会导致油水分离 搅拌至均匀蓬松即可 加入龙猪果汁 若你要颜色再深一点 也可以加少许的红色色素 搅拌时时不时要将周围的牛油挂入 让搅拌起来更加的均匀 搅拌至如影片的状态 将奶粉过筛 使用特优面粉或饼干粉 都可以将它们分次过筛 搅拌至如影片上 放在冰箱一个小时 取少过四分之一的面团 加入绿色色素或抹茶粉 在挤压的时候 若面团的花纹很容易消失 也可以再加少许的粉揉搓 直到你可以挤出漂亮的纹路即可 花纹朝下 放入凤梨馅料捡起来 旁边的接口刚刚好就可以了 将底部稍微的收口 也可以加入少许的面团 烤盘上可放上烤纸或 插上少许的牛油 若觉得花纹还不够立体 只用两个插在周围稍微的按压 这样花纹会更加的漂亮 顺色的面团 因为今天做的这个皮比较薄 连这个配方也是另外朋友给的 是用这个龙猪火 来烤出来的黄蜜饼 好请关注马国初娘 为你们分享更多的美食 嗨